今天是进入2021年的第一个礼拜 在这里首先恭贺大家新年非常快乐 也许你会说进入这个新年 疫情仍然那么严重 有什么好快乐的呢 但事实上快乐永远是对生命的一种选择 当你对生命有一种正确选择的时候 那么无论环境是如何 都不能夺去你内心的喜乐 那你说作为一个基督徒 我们应当怎么样为每天的生命做一个选择呢 首先你要选择信心 永远不要让惧怕来挟制你的生命 无论你的环境是如何 你要选择相信神 而且相信神是你生命中的大目者 祂必要带领你走过生命中的每一个高山低谷 特别是在今年 当神应许要赐给我们突破者的恩高的时候 你千万不要随便听听就算了 你要全心来相信 敞开你的生命来领受 并且大声宣告神要以突破者的身份 在你前面为你来开路 其次你要选择爱心 永远不要让苦毒 纷争和不仁慈来挟制你的生命 反而你要用加倍的爱心 来对待身旁周围的人 特别是在疫情当中 又在大选过后 人的心常常落入焦虑 愤怒以及不安之中 在这个时候 千万不要落入血气之中 你要选择以基督的心为心 学习彼此宽容接纳 并且要互相扶持与帮助 好就要世人看见 就能认出我们真是主的门徒了 第三 你要选择盼望 永远不要让负面消极的思想 来挟制你的生命 要选择相信神的应许 今年神在你生命当中 是有个恢复的心意的 仇敌在这些年所夺去的 神必要补还给你 所以无论环境如何 永远不要放弃 因为神为爱他人所预备的 永远是眼睛所未成见 耳朵所未成闻 甚至人心都没有想到过 所以今年你要记得 为自己的生命选择信心 爱心与盼望 当你这样做的时候 就没有任何事情 能够夺去你内心的喜乐 愿上帝祝福你